《曼德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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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一些人、事、物件的現實狀況 和大部分人的記憶印象不相符 但凡出現這個現象 就稱為曼德拉效應 世人聽完曼德拉效應個案 只當是營還首期的未解之謎 從未認真了解 世界經已因為曼德拉效應 而陷入幻變難測的光景之中 應應應應的西人 是時候要停下腳步 可以認真了解這個 經已逐步改寫世界面貌的曼德拉效應 《曼德拉效應》 《曼德拉效應》 在1485至1603年 這100多年間 英格蘭的君主將英國改革成為 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曼德拉效應》 由歷任君主最為後世熟知的 除了將英國帶入空前盛世的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之外 就必定會數到伊麗莎白一世的父親 被稱為無情國王的英王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流傳後世的形象 除了一生擁有六亂婚姻 並且處死兩位離婚妻子的宮廷醜聞之外 另一個最為人所熟悉的 就是一幅由德國畫家小漢師霍爾拜恩 跨於1536至1537年的超像畫 由於當時未有攝影技術的出現 超像畫就成為許多君主、國王以及國家領袖 保存以及宣揚皇室形象的重要紀錄 亨利八世亦不例外 但是 對這幅超像畫之所以語別不同 讓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是因為畫中的亨利八世 穿著一身國王服飾縮目站立 手上強握著一隻火雞腿 火雞腿的出現 因畫中的背景氣氛 以及國王歸嚴形象構成強烈反差 令超像畫的格調變得幽默又有趣 絕對稱得上一件難忘 當你在Google趨勢 Google Trends 搜尋英文 亨利八世火雞腿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網民的記憶中 亨利八世和這隻火雞腿一直密不可分 但是現今的現實又是怎樣呢? 當我們現在看回這幅超像畫的時候 卻會發現 超像畫中 亨利八世手上握著的 已經不是火雞腿 而是手套 當然一幅代表一國之君形象 宣揚國威的超像畫 國王手持手套 絕對比手握一隻火雞腿 合理易得提得多 不過 若果我們以亨利八世火雞腿 在Google搜尋一下 就會明白兩者的關聯 按記載 亨利八世是首位要求 在聖誕大餐吃火雞的國王 也從此開創了聖誕大餐要吃火雞的西方傳統習俗 當我們理解這個關聯之後 就更明白亨利八世這幅 受握火雞腿的超像畫 為什麼對西方社會來說 會是這麼著名 而且這麼深刻 也因此 我們更能夠肯定 它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可以先看看以下的對比 當我們同樣使用Google Trends去搜尋 以英文的亨利八世火雞腿 對比亨利八世手套的時候 就很明顯看見幾乎沒有人搜尋過 有關亨利八世和手套的關聯 另外 跟其他明顯的曼德拉效應個案一樣 這個個案都存有大量殘餘現象 因為亨利八世手套火雞腿的超像太過深入民心 所以 關於亨利八世畫像的電影、電視劇、卡通或者二次創作 都必定會將它與火雞腿連繫起來 例如 1933年上映的電影《亨利八世的私人生活》 其中一幕情節就是形容亨利八世正在用餐 並且用手撕開火雞,手套火雞腿大口盡食 有例如 保留了不圖曼德拉效應殘餘現象的動畫《阿森一族》 在2004年播放的其中一集《亨利八世》 動畫的開場同樣形容亨利八世在吃火雞腿 1980年 一款惠約電視廣告 亨利八世同樣是手持火雞腿食用 有例如這個網站 在介紹亨利八世照像畫的時候 網頁文字形容畫中的亨利八世是手套火雞腿 但網站中的潮像畫卻是手持手套 明顯出現文字與圖畫內容不相符的現象 這個網站內容談及吃火雞腿 網站在內文中 亦提及很多人 舉掛亨利八世手握火雞腿的現象 另外這個售賣火雞、雞肉、魚類的網上商店宣傳頁面中 同樣出現一張亨利八世打扮的男人 大口盡食雞腿的照片作為宣傳 事實上在網絡世界 我們輕易可以找到不少亨利八世手握火雞腿的卡通畫像 以及依次創作 明顯地 亨利八世的形象和火雞腿一直密不可分 對於英國皇室歷史熟悉的朋友 可能會提出疑問 因為亨利八世照像原畫 在1698年 已經因英國白天宮火災而銷毀 行好當時代 這幅畫像經已繪製了大量的複製品 所以即使現存後世 甚至由英國國家照像館擁有的亨利八世照像畫 都只是複製版本 好了 那會不會只是曾經有其他畫家 在故事複製版本的時候 故意將亨利八世的形象和火雞腿串連起來 營造幽默效果呢? 可以告訴大家 不是 因為按維基百科迷述 現存後世的大量複製畫 始作俑者 原來都是亨利八世本人 當時 他意識到這幅肖像畫 將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力 於是大力鼓勵其他藝術家複製原畫 並且作為禮物 分發給國國大使以及貴族 大家只要用邏輯思考一下 一幅被皇室認可大量複製的國王照像畫 必定有著嚴格規定 絕對不可能和原畫中的國王形象相差太遠 所以 在複製過程中 才改成手握火雞腿這個說法 都是站不住腳的推理 而且 按維基百科描述 雖然原畫 因為供電失火而被燒毀 但正因為當時的複製畫 經已大量廣傳 令到亨利八世這個公眾形象力久不衰 只要看看我們剛才提到的電影《亨利八世的私人生活》 飾演亨利八世的男演員查理士羅頓 亦是參照這幅肖像畫中建構的形象去演繹亨利八世 而成功奪得1933年的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可見這幅受握火雞腿的亨利八世肖像 在世人的心目中 特別在西方國家的人民心中 是多麼鮮明而且深刻 亦讓我們更肯定 亨利八世受握火雞腿的肖像畫 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改變 一個國家的傳承以及歷史 往往藉著文化作品以及典籍而得而流傳 但這個個案讓我們發現 即使帶著蘇伯蓮影響力的藝術鬼寶 面對著曼德拉效應 亦難逃避瞬間改變的命運 只能活在時間紅樓中的世人 面對隨時可以改頭換面 支離破碎的歷史 我們又有什麼可以致辭呢? 門後的日子 一切可以被震動的都會被震動 繼續留意著我們的曼德拉效應系列 我們會為全人類提供答案